曼妮棒打小姬 勝利二雷打 犀牛直敗 牛巷三連戰昨天在高雄澄清湖球場進行第三戰 異大的吉祥物與細菁女孩先來場拔河大賽炒熱氣憤 前兩場吞下二連敗的異大犀牛 請來超馬媽媽秋塑榮家池 賽前曼妮與胡金龍也特別對全隊精神講話 曼妮還以身作折 打下勝利打點 祝犀牛以2比0獲勝 終止本季最長的二連敗 曼妮說我是球隊的一員 我只是告訴年輕選手不要太再出一場比賽勝負 但也不要太鬆懈 盡情去享受球場上的一切 這場比賽也是向隊小姬林恩宇與犀牛楊健福 退為七年的姬福對決 楊健福前五局投球幾乎完美 但六局右手後背肌不舒服 退場休息 小姬雖在第七局失兩吞吞敗 但他完頭八局 是自2006年以來球場完頭紀錄 東新聞高雄報導